工廠倉庫起火燃燒 熊熊大火 几乎吞噬整个厂房 19辆消防车 54名紧销 缤纷多路布置水线 从仓庫四周灭火 现场不时传出阵阵爆裂声 听到那个玻璃的爆破声 然后从床屋一看就 从后面的那个火势就很旺了 所以我们马上打电话 厂房内堆放大量的纸箱 及面膜原料 紧销到场时 仓库前半部全面燃烧 甚至波及到隔壁的汽车车体工厂 一台新车被烧毁 面膜工厂负责人 听到消息急忙赶来 看到自己的心血复制一句 急得都快哭出来 刚才没走 有啦 今天有酒啦 下班头就转的车 起火的仓库屋顶 已经大火坍塌 还好火劲发生在凌晨 员工都已经下班 没有人员伤亡 出水降温以外 重要是把那些东西移除 然后再做水限防护这样 27号凌晨2点多 台中大理这家200瓶的面膜工厂倉库 目明原因起火燃烧 锦销历经两个多小时才将火势扑灭 台中大理这家梦香化妆品生机公司 在第30年不只生产面膜 还有各式各样的化妆品及保养品 品相多达千种 号称产品销售遍及世界各地 工厂夜半传出大火 不仅踩水难以估计 也吓坏附近民众 记者王一超公寓得 台中报导